吉安乡浩克艺术村在6月份充满了活力 由苏宝珠老师带来60多幅精彩的油画作品 而其中也包含了国际获奖名画的精彩展出 乡长游书珍特别敬邀相亲好朋友 把握一个月的展期 分流前往欣赏美丽的作品 缤纷吉安 生活自然旋律 苏宝珠各展 6月份在浩克艺术村准时揭开序幕 60多幅精美的油画作品一一陈列 其中还包含曾荣获日本东京都美术馆 国际书画交流展览会迎讲殊荣的画作 因为这些画总共有63幅 都跟我日常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把生活融入到艺术创作 同时我也希望我的艺术创作能够融入大众的生活 来看画的人都会有愉悦的心情 所以我这次选的这些来展的作品 一般都是比较就是从自然去取材 那对于美的事物能够永恒地固着在自己的心底 所以能够发出一种美的感受 乡长游淑珍也感谢苏老师 让乡亲可以透过不一样的视角 看见花莲的事迹之美 谢谢我们书宝珠老师 从台南的教育生活退休之后 爱上吉安 喜欢吉安的人文 自然的风情 写下了吉安成婚之美 写下了吉安四季的活药 所以欢迎大家从吉日起到6月28 来到浩克艺术村 看到生命力的激动 看到油画不同的呈现在我们的生活周章 苏宝珠老师在台南观庙国小退休后 从十起画笔专制于油画创作 以大自然为师 将双眼所见铺陈在画面成为永恒的印记 每一幅作品都是心血结晶 欢迎有兴趣的朋友 在6月28号之前 可以把握机会 前往吉安后客艺术村参观欣赏 记者徐立芹 吉安相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